香港市民和学生的和平战中活动是风起云涌 北京对此是表现出极大不满 有关批评恐吓的社论和文章是连篇累读 与此同时 大批有组织的反战中暴民 三号晚间围攻和平在马路上集会的市民 双方爆发流血冲突 警方却迟迟不增派人手 香港街头的情势骤然紧张 那么香港这一次雨伞革命成功的希望有多大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据香港媒体报道 10月3号大批有组织的反战中暴民 围攻和平在马路集会的香港市民 不过警方却迟迟不增派人手对暴徒虚感 入夜后有千名市民自发道场反包围暴徒 希望警方正式拘捕暴民 党复说截至晚间9点 共有131人受伤需住院 当晚香港学联宣布 搁置与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的对话 学联在脸书的声明指出 政府与警方今天纵容黑社会 阅害自投暴力袭击和平占领者 无理打压占领运动与民为敌 自断对话之路后果自负 学联认为政府既然表明强硬在各个地方清场 呼吁党人立刻前来保卫各个阵地 抗争到底事故低头 实际上自早上9月28号走上街头抗争来 大陆媒体对香港抗争活动的动态新闻 基本保持独暴的姿态 但是中共主要官媒党媒等连日来连篇累读 发布各种社论评论文章 狠批香港占中行动 把和平的公民抗命活动定性为非法集会 不久前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曾声称抗议是非法的 北京驻港中联办则强硬表态说 中共人大的决定不容挑战 大陆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表示 中共媒体和外交部中联办接力批评香港战中 实际上都是中共当局 对香港抗议民众的一个警告和威胁 因为香港它已经控制不住了 香港它还没办法做到这一点 所以它就只有用言辞来恐吓了 美国之音认为 中共媒体对香港战中的定性和口气 与1989年人民日报对六四学生运动定性的 426社论差不多 25年前 数万学生连续几个星期占领了天安门广场 当时人民日报社论也这么给北京天安门抗议者定性 不久之后 中共军队动用武力清场 据美国白宫的机密档案显示 当时有10454人被杀 当年的天安门学运以悲剧告终 今天的香港雨伞革命成功的希望大吗 生于北京的刘怀昭曾亲身见证六次悲剧 与89民运比较 他认为香港的这场运动除了有更成熟的公民意识做支撑 更有一个关键的 也是有区别的地方 香港这场公民运动不是建立在理想主义基础上 而是有现实具体的目标 再加上它是一个制度有别的城市 成功达致诉求的希望很大 现实在香港任职自由撰稿人的他说 香港人的目标很现实 我认为有谈判空间 就怕沟通渠道不畅 事态走向极端 前六四学院领袖唐柏桥表示 今天香港民众的抗议 让他恍惚听到了89学生的呐喊声 他说89是一场民主运动 而64则是一场血腥镇压 我们要让89民运在香港延续 开出民主的花朵 但不要64悲剧在香港重演 我也是89民运参与者 89民运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 从4月15号就开始有人站在天安门广场 然后一直到6月4号 也差不多两个月左右 那个时候声势非常好打 那中共6月4号开枪了 全球都谴责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这个中共会怎么样 中共如果采取暴力镇压的话 它后果会很严重 中国自身法学专家赵远明表示 目前和平战中已经演变成全民运动 全球声援 它呼吁港人要有追求民主的决心和毅力 战中运动最终必定会成功